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演员赵丽颖成为燕之乌全新品牌代言人 1月5日,燕之乌正式官宣品牌代言人赵丽颖 作为演技与颜值兼具的实力派演员 赵丽颖已出色的演技在荧幕上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收获了广泛的认可 此次燕之乌和赵丽颖携手官宣,相信将会在社交媒体激起巨大的声浪 进一步激发燕之乌的破圈效应,开拓品牌营销与形象塑造新维度 回顾赵丽颖的作品角色,从兼任聪慧的陆珍,灵动可爱的薛珊珊 到英姿萨爽的楚桥,通透智慧的盛明兰 在倒腹黑莫测的审谕这条塑造作品的发展路径上赵丽颖始终,努力钻研每一个角色 对于演艺事业,她始终保持热爱与专注,求知与探索 与23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燕之乌十分契合,也让彼此的联合相得一张 赵丽颖凭借正面积极的个性为大众熟知并收获观众的众多好评 而燕之乌也以高品质的产品,专业的服务在市场上享有优良的口碑 作为燕窝行业的引领品牌以及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的成员 燕之乌把高质量发展贯穿在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 为了保证燕窝原料的品质,燕之乌从源头抓起 精选业内普遍认可的东南亚雨林优质金丝烟烟窝 同时每一盏燕窝都配备有CAIQ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权威认证的溯源码 全程均可溯源查询 在制作工艺上精细于VA 聘请近800名挑毛女工遵循古法 不允许超过0.2毫米的黑点存在 以确保燕窝干净无杂质 燕之乌精致每一道工序 以稳定的高品质产品深受行业认可 是燕窝行业中少数获得BRC食品安全 全球标准IFS国际食品标准的欧洲品质 是双认证品牌 此外在厦门甘肃广河上海 燕之乌都自建有生产基地或工厂 从源头到包装出厂将科学专业精细落实到每一个生产流程 同时 燕之乌深度贯彻透明工厂概念 每一个生产过程做到全程透明 车间功能区化分明确 向客户呈现燕之乌燕窝产品安全 卫生的全部生产过程 通过原料透明 工艺透明 保证品质可视化 同时 燕之乌也是一家率先拥有CNAS认可实验室的燕窝专营企业 配有多款专业电子设备 以系统化 专业化 科技化 确保每一份送达到消费者手上的燕窝都具有稳定 可控的品质 依托出色的创新能力 硬壶的产品品质 燕之乌频频亮相国内外重要活动和高端会议场合 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 燕之乌为金砖峰会荣耀助力 2021中国企业家博敖论坛 燕之乌作为论坛指定燕窝产品闪耀亮相 燕之乌精益求精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 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成为中国燕窝的品质名片 以实力品质站稳行业头部位置 当实力与实力相遇 燕之乌与代言人赵丽颖 两者在内在特质上连结 明炼为鲜明的品牌标签和记忆锚点 与消费者达成感性沟通 未来 燕之乌将通过品牌代言人赵丽颖 进一步建立与消费者之间有深度 有温度的情感链接与形象认知 传递中华燕窝养生文化 全是一碗好燕窝 滋润天下人的理念与主张 赵丽颖跳首饰舞 脸颊又宽又圆胖了不少 网友 角色需要 赵丽颖作为当红流量女星 年底既没有走红毯 也没有参加各大晚会 为了新剧野蛮生长的拍摄 几乎是神隐状态了 最近虽然没有公开露脸 但是银宝闷声干大事 新年喜提心代言人 品牌方公开银宝为宣传该品牌跳的首饰舞 只见银宝穿着香槟色高定礼服 衣服颜色称得银宝格外温柔 一头公主卷发 又添了几分阳气 银宝画着明艳的红唇 妆容走得是明艳大美人路线了 不过银宝跳起首饰舞 秒变可爱小女生 这样活泼灵动的银宝很少见了 银宝平时出席活动 给人的感觉都是很文静小女生的样子 不善言辞 大概这样俏皮可爱的一面 才是银宝的真实个性吧 看到银宝的新物料 不少网友表示银宝好像胖了不少 银宝自从生娃宝宝迷上健身后 太瘦一直都是他身上的标签 如今银宝不仅脸颊肉眼可见的胖了 先前精瘦的手臂都变得肉感了 对比银宝一年前的视频 同款笑容下 现在的银宝脸颊明显变宽变圆润了 一年前银宝笑起来 下额线分明 有种瓜子脸记试感 现在双下巴都快出来的感觉 看到变胖的银宝 有粉丝调侃对银宝的喜欢 从100分降到99分了 网友解释 银宝这是为了徐老板 也就是银宝野蛮生长的角色许半夏 因为许半夏是个微胖的老板 所以银宝是为了角色增肥 戴上帽子的银宝 因为脸颊变圆润 像个可爱的糯米团子 话说胖一点的银宝更可爱呢 银宝为了角色增肥 是敬业的一种表现 是对角色的尊重 这样的银宝更值得大家喜欢 银宝最近虽然鲜少露面 但是工作带娃两不误 只要在上海 银宝即便是工作 也会抽空陪孩子 快三岁的想想越发可爱了 小脸也圆乎乎的 不知道小宝贝长得更像爸爸 还是更像妈妈 期待银宝新剧幸福到万家野蛮生长 能尽早跟大家见面哦 一席婚纱美娇娘赵丽颖 真是太美了 谁不想娶个这样的媳妇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明星赵丽颖 既不像杨幂一般北影毕业 天生就有逆天的精致容貌 也不像张子怡班祖师爷 赏饭吃年纪 轻轻就被名导演垂青 赵丽颖就如同一个邻家女孩 她的长相不是逆天的妩媚亦或美丽 她其实很普通 看她刚出道的照片 与路边的普通人没太大的差别 尤其她不是出身演艺世家和科班毕业的 在演艺圈这个外表光鲜亮丽 实则一环套一环的关系护理 她想立足真是男上加男 所以她只能从配角开始 演着并不出彩的角色 拿着微薄的薪资 2011年 她出演《新环珠》里的情儿时 每集还只能拿5000块钱 也许这正和演艺圈里其他的普通演员一样 甚至比大多数人都要强上一些 但随着她的不断努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仿佛得到了上天的垂青 名气和财富成指数级增长 现在已经是稳坐女主位置 片酬肯定也是千万级别的了 赵丽颖凭借陆真传奇事业有一点起色的时候 就遭遇了大黑潮 她当时的微薄被众人围攻 遭受了各种不堪入耳的恶毒谩骂 但赵丽颖似乎并没有太过在意 始终坚定地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即使不被外界看好 但她依然努力地坚持了下来 她没有被经历的过往所打倒 反而挫折让她变得更加强大 赵丽颖长着一张娃娃脸 眼睛很大 加上经常饰演一些娇俏可爱的小女生 因此给观众留下了可爱呆萌的印象 其实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她的性格很爽快 不仅大大咧咧不娇气 而且坚强果断 能吃苦 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 面对镜头的时候显得有点内于表达 不会说漂亮和活络气氛的场面话 甚至有时候她显露的真实个性 更接近于男生的直接 简单 如今的赵丽颖已经结婚生子 虽然现在和冯绍峰已经分开 但是经历婚姻的事情后似乎让她变得更加的知性和理性 现在的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演艺圈里面依然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复出后的她似乎并没有被婚姻的怪圈所束缚住 依然在继续着自己之前的传说 虽然她不像范冰冰那样妖艳迷人 但也有一张圆润喜庆诚实的面容 性格温柔而善良 外柔而内刚 正是因她在农村的生活和长大 让她具有了其他明星不具备的直爽和朴素 也正因为她从跑龙套做起 才有对业务的熟练 正因为她对业务的熟练 才有对演技的精益求精 正因为如此才有她今天的成就 都说赵丽颖不是属于精致静力型的明星 甚至不如大多数人漂亮 但是却依然有比大多数人突出的特点 就拿那张圆圆的脸蛋来说 清纯温柔符合国人的审美观 尤其是当她穿上婚纱的那一刻真的是美呆了 让我们看一下穿上婚纱她究竟有多突出 大家是否喜欢她的婚纱装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欢迎大家关注和点赞 感谢大家的转发 以上图片均来自于互联网如有侵权 请联系小编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